记得肖战在中国梦,我的梦网络是听盛典中,以顾一也的形象表演的节目,在某一刻,我有点分不清他到底是肖战还是顾一也,不得不承认,肖战饰演的每一个角色,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,都能从这些角色的身上吸取养料,融入到自己的成长和修养中,变成自己成长中的动力。 他的心胸和格局,真的是让人佩服,魏无羡心怀坦荡,磊落赤诚,孤身一人,也要挑起心中正义,誓死守护自己除奸服弱,无愧于心的誓言,他即便被逼得生死昏灭,重生之后,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赤诚真义,肖战历经网报十个月,也从没有改变初心,想在这个虚假喧哗的圈子里,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。 魏无羡的人生,肖战实实在在地演了一遍,又彻彻底底地亲身经历了一遍,无论是魏无羡还是肖战,他们都始终如一,有阳光底下最纯净的心灵。 肖战自带玄学大红的体质,正规传统教育下的孩子,设计师出身,他无论唱歌,演戏,舞蹈都没有学过,但靠自己努力地打拼,成就了今天多期的全能艺人。 人生的人,顾一也心怀大意,责任满艰,肖战目标坚定,隐忍低调,任爱意汹涌,任阴谋陷阱,坚定按照自己的节奏,一步一步向前走。 肖战身上,有他饰演的所有角色的特质,在他身上,你既能看到魏无羡,也能看到唐三,还能看到顾一也。 所有他饰演的人物,都在用他们最好的品质涵养了肖战,使肖战不断地成长,成熟,强大。 接下来,肖战还会塑造更多的角色,我想每一个角色,肖战都会竭尽所能用心演绎,每一个角色也都会带给肖战不一样的感受,或多或少改变肖战的认知,促使他更好的成长。 角色和演员相互成就,感谢肖战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,感谢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,涵养了我们更好的肖战。